朔是在青铜毛样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铁兵器。 东汉的许慎在他的《说文解字》里谈到, 长约三米的毛就是朔。 这样长的兵器倘若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使用的话, 毫无疑问,只有力大过人并且受过严格训练的武将才能运用自如。